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早上我看了长荣的状况就是早上八点九点以前长荣一开始锁八万张涨停板 然后开始快到九点的时候就开始缩小缩小缩小 然后到最后开盘是涨不到七八趴吧六七趴开出 因为我已经不管了因为我们昨天就买了 那你今天赚到长荣的唯一的机会是什么 所以我每天都跟大家讲你要有各种的工具 我说你要有期货 我跟我的会员讲说今天还有最后一次买长荣的机会 就是在开盘之前八点四十五到九点期货会先开 这个时候长荣的期货它不会涨太多 你要在这个时候买长荣的期货 然后呢长荣开盘就来不去啦 结果它就往上走 往上走有收点下引线 不管这个很明显大户的回补买盘会把它拉到涨停 因为大户在长荣除息之前一定狂卖嘛 因为它税率四十趴 狂卖长荣因为长荣配你七十块钱 它给你抽四十趴的税 你去参加除息 然后跌七十块 你还要等它涨回七十块 所以说只要是不是这种公司的法人啊 规定不能卖的 你只要是有长荣 你不是五趴以上大股东的 你一定都是狂卖长荣 要不然你除息以后 你那个税率受不了 狂卖长荣怎么办呢 可是你有想要长荣 那就是去做多长荣的期货 所以说自营商怎么样 自营商造势你知道吗 自营商必须要造势 什么叫造势 不是去外面大家集会游行造势的场地 是市场的事 因为期货商有造势的这一个任务存在 期交所 证交所给他的任务 就是当有人要买长荣期货的时候 或是买长荣权证的时候 你自营商就要给他 你就要卖给他 你要负责卖给他 那自营商卖给他 怎么办 那长荣涨停自营商不是 亏到爆掉了吗 所以自营商必须得在现货市场 再买进长荣的现货来做避嫌 就是他把期货跟全赈卖给大户 然后呢 他在现货市场买进现货 所以说昨天自营商大买长荣 四万九千张 这些东西你如果分析了透彻 那就简单了嘛 那自营商当然本身也会做套利 因为长荣的现货跟期货差了2.5元 2.5元就是一点多趴 你差了一点多趴 你证交税什么的拉力拉扎弄起来 千分之五点多嘛 然后他们手续费再打折打一折 差不多千分之四 你只要千分之四 然后呢价差一点四 你是不是光随便尬一个长荣的现货 尬一个长荣的空单 你就现赚一趴 他们是不是当然就大买长荣 空长荣期货 因为自营商就是证券跟期货的交易商 所以就是这么的简单 大买4万多张 为了目的就是赚今天这个东西 那今天当然涨起来是大户 大户开始要把期货给出掉 然后要买现货 所以今天的期货跟现货的逆价差就缩小 正价差缩小 这些都是事件分析法 那你当然昨天有看东升连线的 你昨天有听我讲的 你今天当然还是有可能赚到钱 那如果你是我的会员的话 那就百分之百有赚到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是 现在是12点48 我盘中录影 因为我今天有一点事情 所以我提前录影了 今天加权指数跌的原因 是因为长荣除息 蒸发了四十几点 所以说刚刚上来12点11分的时候跌55点 那期货已经拉起来了 那这个状况呢 转多了吗 我觉得一点点 有一点点指稳的讯息 可是还不是很确定 可是看加权不准嘛 加权它 我们台湾的系统没有到那么的精密 没有办法让加权还原全值 如果加权指数还原全值 现在已经可能三四万点了 因为每年一大堆股票出息 就减两百多点两百多点 十年就是两千点 那也还好 反正就是一直出息 它指数一直蒸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跌了两块钱 所以台积电也是没有指稳 所以台积电如果有一天要指稳的话 至少要出现一个像样的红K棒 好像样的红K棒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什么东西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长容好了 真的是很经典 从历史的经验看 所以说你如果加入我的会员 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转 因为历史的经验我通通都记在脑海之中了 去年的阳明 你要从去年的阳明看起 你的老师有跟你讲去年阳明除息怎么样吗 对不对 每天讲掌停板 掌停板 掌停板 然后隔天哪一支掌停 他前几天有讲过哪一支 他自己都已经忘了 我是有在做研究 每次我做好研究 跟你讲说这一支买进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说我才会记得这么清楚 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现在可以历史重演 我们就是照着他的方式去做 长容气息卖压 对不对 为什么要气息 所得税像是我 我可能就不会去买长容的股票 所得税 所以这个我光看到他那个所得税 我眼睛都花掉了 我怎么可能去买 然后还要等他填席 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说你一定要做期货 对不对 你要做期货 这昨天跟他讲的 那这是我的抠讯 当然我们抠讯很多是大户 有小户 散户 有大户 那我要怎么讲 12点42 不是在早上开盘 早上开高 杀下来 杀到12点多 低点要准备往上返工 自营商开始大买 锁架差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发出这个抠讯 发出这个抠讯说什么呢 明天长容要除息了 各位投资朋友 长容明天要除息了 所以今天有高所得税的 投资人的气息卖压 有没有 有没有讲中你的心声 因为你是高所得的人 你不可能去买长容 因为你知道他的税很贵 所以你就不可能去买长容 对不对 所以说我预估明天会上涨 因为今天大家都不想要留长容 长容留着他可能你还倒亏 所得税不高的会员 在此买进 所得税高的会员 期货账户的用期货买进 想的都已经帮小资族大户 通通都想到了 然后清代会员也是打 这清代会员有些是 所得税率不高的 我说好那你就是买现货就好了 那所得税率高的 我就说你现在期货买进 期货价差了两块钱 还是要买 还是要买 买到就赚到 那今天早上唯一的一解是什么呢 唯一的一个解 长容还有机会 所以说会员投资朋友 会员 你有没有听到我早上讲盘前五分钟 我说你今天买长容 最后的一个方法 就是8点45分 期货开盘的时候你先买进 因为等现货长容开盘跳空开高的时候 你买进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长容的期货 这边好像很暗 长容期货早上开盘居然 还有在盘下 夸张吧 你会觉得长容有在盘下 然后到最后涨停板 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一万个为什么 没有研究就不会知道 你有研究就会知道答案 那我有研究我就会告诉我的会员 那我告诉我的会员 你如果有做你就赚到 你没做你也没赚到 所以你相信我你就有可能赚到 我就已经讲了啊 就已经讲了嘛 讲了说长容 8点45分你先做期货 开盘如果有压回 变成你开盘要再买 所以开盘你要变成 昨天在这里 你今天开盘要跟人家抢这种五六%的了 就会比较 风险比较大一点 可是还是赢啊 我也没有叫大家出啊 就是下影线 我一看就知道 今天一定涨停板了 早上开在这里 稍微压回一点点 好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K线 我们看这边的好了 长容 涨停板 还原全值比较明显一点 对不对 开值就开高了 那长容的期货呢 长容期货看即时走势 你看他在9点以前 都有很好的甜甜价可以买 一开盘就来不及了 这个就是期货的好处 价格还很低 你就可以买 那长容现在锁了不知道几张啊 锁很多张吧 反正现在锁2万多张 现在成家量都已经很小了 所以明天还会再涨一天 明天再涨一天就要开始减码了 因为这个大型股它涨多就会回档 所以你看我说你不可能去做什么阳明啊 阳明也是跟着涨 其实你如果没做到之间 你变成你去做这种次等的 你一定是做最强的嘛 我昨天就已经分析过了 长容阳明万海三家公司 你绝对是要以长容为标的 你不要去看长容今天要除息你去买个阳明 看长容要除息你去买个万海 你这个根本就是赚不到他的一半嘛 那万海更惨涨2% 他们也都要除息耶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 从各个面向跟你分析最强的就是长容 所以恭喜所有的会员 长容涨停板 不是追涨停 所以我说你要在前一天买才叫做真正的10% 对不对 那明天再涨那就是超过10% 明天要减码啦 明天开盘开高就是要减码一半 那至少赚十几%了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做事件分析法 又一次证明了这一个东西 被遗忘的宝马今天小跌 他连续大涨那么多天 今天小跌五毛钱吧 很小 然后呢 满福宝今天也是小涨小跌 他一度往上攻 一度往上攻以后又有卖压 所以说现在的盘势不太好 我说现在的盘势不够强 现在不是以前那一个 很多股票强势大户买进就一直涨了 现在不够强 所以说这满福宝押回来当然还有机会 如果你加入的话就是可以继续的买进它 实际的赚它 所以未来都还有机会 所以说我之后随时随地看到哪一只股票超跌了 哪一只股票有利多了 哪一只股票有事件分析法可以做的 我都会告诉你 所以说现在你可以开始准备加入我了 好不好 想要跟着我一起做的 可以加入LINE 传讯息给我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立即加入一级必中标股连发 汪老师挑股票 一选就是要中 江山必应渐准连雨 党党创造惊人涨幅 下一档即将喷发 您想要几根涨停 填写赖表单 跟上一级必中标股连发 或立即来电02-2542-8999 立即加入一级必中标股连发 汪老师挑股票 一选就是要中 江山必应渐准连雨 党党创造惊人涨幅 下一档即将喷发 您想要几根涨停 填写赖表单 跟上一级必中标股连发 或立即来电02-2542-899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现在因为是除息的旺季 所以说指数它可能会失增 加权指数它有时候会一直跌跌跌 感觉好像跌得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用期货来看 会比较准一点 这是台子旗的权 就是有包含夜盘 不过这边开 这边这个跳空缺口 它也是因为 隔月有价差的关系 那当然这边这个黑K棒 它就是一个压力了 所以说这边这个黑K棒 如果没有站上之前 我们都稍微偏保守 就是不要太积极的去做加码 那当然长龙间涨幅低迷 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说既然不能做太积极的操作 现在还是有点盘整偏弱 那今天涨了25点算是还OK 算是有点直稳的现象 所以说在行情偏弱的时候 我就说什么事可以做呢 你可以做一些短空单 像这一支耀胜 耀胜昨天涨停板 我就说昨天是统一先卖了 统一原本这一天锁涨停 所以其实你要看得很清楚 统一锁涨停在这边卖掉 然后快涨停它又锁起来 所以说它们都是义高人胆大 它已经在这边花了几亿 把它锁住涨停了 在这边已经获利了结了 获利了结后 它看到快涨停 它想要隔天它还想要再转 所以它又去花了几亿所涨停 那它今天能够出到盘上的话就很强了 可是你看它已经在这边拉了一天了 它这边再拉一天 今天你要它再拉 你觉得它有这个胆量吗 就没有了嘛 所以说你看 你只要在开盘架上面找一个高点去空 你几乎今天就是稳转了 它直接开低 拉到盘上然后空 现在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一定是就赚钱了吗 对不对 昨天应该有讲过嘛 那我就说中育跟信医 这两只我就说一定是有一个大哥 中育有发一个利多 就是他艾滋病 什么开始要什么实验两个月后要报告 问题是他这艾滋病的东西已经蛮久了 药已经蛮久了 昨天终于是9.05分锁涨停 信医是9.04分锁涨停 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有鬼嘛 它如果没有规划好 它怎么会跳空开高6% 然后呢大家又集体去买 然后又锁住涨停 这就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规划 规划的一个完美 让你看起来觉得 哇他们你非买它不可 你隔天它一定是强到不行 它一定连续涨停 结果呢 终于开盘开在113 最高111.5 然后呢跌下来 它的价差是9% 这个早上我也有跟我们的会员讲 盘前5分钟 开盘空 113 这样子是多少 113到103就是10块钱 一张就是1万块 看你空几张 10张就是10万 信医更稳啊 信医根本没有利多好不好 信医就是连锁药局的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一天是哪一支涨啊 那个叫什么 优胜 原本是优胜涨停 带动信医涨 然后呢信医在这边 有一些外资买进 隔天被人家 就是当成 当成一支 买进去锁涨停的标的 这个就是市场上面的一个局 那今天开高 拉高一点就下杀了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波动度 也是9% 所以你看 所以说其实今天这个都 都满送分题的 你如果在这边空 信医 空完以后这边下杀 你就发现你已经获利了 获利了当然到这边你就可以回补了 因为尾盘它有可能往上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因为太多人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我交给太多人了 所以我真的以后不能再交了 交了以后这个都没有利润了 太多人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说很多人去放空嘛 他去放空以后 到尾盘是怎么样 尾盘是多空交战 因为当充比会很高 有些这种成价量大的当充比会很高 当充比就是大家都来当充 买的人很多 卖的人也很多 到尾盘会变成多空交战 所以说当尾盘 到尾盘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讲 有时候多单他要出场 就变卖压 他就跌下来 卖完以后 买方也要出场 他又会再拉上来 所以说到尾盘常常会有这个情况 然后收盘又有些人要等收盘价 有时候收盘又会往上拉 会往下 到尾盘的时候就是决战尾盘 就是看今天到底 买的人多还是卖的人多 如果你手中留的多单的人多 到尾盘就会是一股下杀的力量 如果你手中留的是空单的人多 到尾盘就是一股拉抬的力量 所以说到尾盘有时候会往上拉 往下也都有可能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往上拉的时候 这些是空单回补槽 空单回补完以后 隔天他又有往下的力道了 所以每天你都要算出这些答案 你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操作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人问鸿海 鸿海现在也是要除息了嘛 对不对 鸿海是不是也是7月4号除息 现在他也是会有一些气息卖压 一样的操作法 到除息前一天买期货 除息完股票就上来 然后期货就卖掉 就是这样操作 因为鸿海是现在大型股里面 唯一还没什么涨的 对不对 其他什么伪创广达都已经涨翻了 鸿海的也有做伺服器 鸿海也有做电动车 对不对 都有 那技嘉呢 技嘉他的筹码也安定 现在到月线这边指纹 好 如果持有他应该也是续报 金像店之前我是看 觉得好像有外资突然出报告 然后呢 卖股票 那现在今天这个叫做关键红K 他又开始有转多的契机了 好 金像店也是做伺服器的 昨天在东升连线也是跟大家讲 你要怎么做华星 华星 他是一只空头走势的股票 从这里开始他就一直走空了 他这边直接跳空 不是除息 原本有一次连电 这边也是个跳空缺口 我还以为除息 这边不是除息 他直接跳空 不知道什么利空 直接跳空 从这里开始他就是走空了 那这边是昨天 突然有一个又是一个临时的利空 就他在海外发行的GDR定价 跟国内没有什么价差 所以利空打击跌下来 所以跌下来你可以去抢一个反弹 可是抢反弹上来 遇到压力就要出 因为他是一个走空的股票 所以我昨天在东升奖 那今天也是涨了1.47% 这种股票抢反弹很难 也赚不了多少钱 那就随便做做就可以了 但是也是可以赚 那像这一只成名店呢 现在涨停锁死了嘛 涨停锁死挂架17000多张 那这个可能就是礼拜一 隔日冲 如果是隔日冲买进的话 那礼拜一他又有可能会有一点 开高走低的现象 现在只是预估 到最后我会再把最完整的讯息 在盘前五分钟告诉我的会员 你就可以来操作了 好所以说这个满福宝 是下礼拜还有机会 如果你加入 我就会请你买满福宝这档个股 它的营收持续在增加 它是一只有值有量的股票 我觉得它未来的成长性是很可观的 2024年会更大爆发 所以说趁压回真的要买 因为现在行情不好盘不好 所以它股价没有动 那等行情好的时候 它股价就会往上 那另外还有一只叫做隐藏版的 隐藏版的解封概念股 我也是准备好了 下礼拜有机会 我就会带我的会员去做 如果你想要参与我 你就可以跟我联络 像这只被遗忘的宝马 我讲了十几天 然后它连续涨了七八天 现在也涨十几%了吧 操盘守折 国际观 产业面 事件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你要跟看得懂的人一起做 你才有可能获利 乱做是不会获利的 昨天你如果长龙停损在最低点 那你今天可能吐一口鲜血 要怎么样加入我呢 加入LINE 是免费的 传讯息给我 然后呢 盘前五分钟 加入会员 广告期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